汽车 你看我们去医院的时候 是不是都要坐汽车啊 是吧 汽车 这个你应该认识 苹果 你看 这个就是苹果 你要不要吃啊 我给你削一个 好吧 我看 要不算了吧 太作孽了 你要是敢坏了我的好事 你就从这个家里 给我滚出去 舒颖啊 婶婶 我给你二姨 买了一块料 可是人家嫌这料子太花 不愿意穿 你是知道的 从绸缎装剪下的料子 是不能够退的 幸好这家店 是你同学家开的 我想让你 跟他们去说一说 再说了 你不是经常 给他们家女儿补课的吗 这不太合适吧 要不婶婶你留着自己穿吧 我穿这个 也太老土了吧 怎么 婶婶求你办件事 就那么难吗 哦 不会 那我去试试吧 那我去试试吧 跟她慢慢说 不着急 张妈 来了 你帮我召开一下家洞 好的 大小姐 不着急啊 家洞少爷 不着急啊 不着急啊 张妈 太太 去买条鱼吧 现在 现在又不是半夜 大小姐 让我照顾家洞少爷呢 可我让你去买鱼 好的 车备好了 后门马路口上 后门马路口上 好了 你很漂亮 简直都快不认识你了 太漂亮了 小姐 你是我们这里 最漂亮的客人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想给你拍一组照片 摆在我们的橱窗里 是跟蝴蝶周旋放在一起吗 当然 你知道他们一点都不逊色 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谈 我是他家人 拍照可以 但钞票方面 老板你不用理他 我愿意 不过你以后得让我在你这儿 打理头发才行 爽快 太好了 小姐真是爽快之人 这样 这是我的名片 请您拿好 那就看小姐哪天有空了 没问题 好 这里行吗 再往前开点 要扔就扔远点 要是让那两个丫头知道 咱们准备好日子过来 你怕什么吗 这件事情你不说我不说 谁会知道啊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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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拿着 过来 往那边走 过去 过去 坐下 坐下 我跟你说啊 我们的车没油了 现在去加油 你就坐在这儿等我们 听见了吗 你要是饿了 包里有面包和水 还有件衣服 冷的话 记得穿啊 在这里好好等我们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别啰嗦了 赶紧上车 在这儿听话 上车 听话啊 走 简直太晚了 这衣服简直就是给你量身定做的 分毫不差 好看是好看 可是我总觉得 少了点什么 少了点什么 我要这个 婶婶 婶婶 钱给你退回来了 婶婶 张妈 张妈 大小姐 我回来了 人都去哪儿了 家动呢 家动 我走的时候 家动少爷就在客厅里玩呢 太太非要让我去买条鱼 怎么了 这跑哪儿去了 我去楼上看一看 你帮我再一楼看一下 好 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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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后院厨房找了都没有 会不会跑出去了 我就是怕她跑出去 外面人多车多人贩子还多 我出去找一下 大小姐 大小姐 不要着急啊 小姐 一会儿他自己就回来了 家动是个病孩子 他一定找不到家 我出去找他 大小姐 我陪你一块儿去 不用做饭啊 快回去 对 那么紧张干吗 让人看出来 可是我的心 砰砰支跳啊 没用的东西 你 像这样的姑娘 斑遍整个上海 都找不出第二个 你这小子 真是交了狗水运来 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姑娘 正儿 什么时候你要是玩腻了 就介绍给我认识认识呗 你们还是留过洋的 要学会懂得尊重点些 我们可都是男人 我看你啊 驾驭不了他 什么人啊那些 老往这儿平衡 都是一些没有素质的人 完裤子 仗着家里有点钱 到处混吃喝喝 你在说你自己吗 你什么都好 就是这张嘴太厉害了 不过这也是你和其他上海姑娘 不同的地方 和你相比啊 她们就像是人造花 那我呢 你更像是玫瑰 既使你又浑身胆色 这个比喻我喜欢 所以说啊 千万不要惹我 谁要是惹我呀 我就扎死他 你会跳爵士 不会啊 不过看上去 不过看上去 也没什么难度啊 两步向前 两步退后 随着音乐送胯扭腰 就这玩意儿 我带你跳下去 不敢啊 不敢 还没有我谢若雪不敢的事儿 跳就跳 来 若雪 跳得越来越好了啊 我想怎么跳就怎么跳 全凭我乐意 文轩 我刚才去你家 才知道家洞丢了 家洞要是真的找不到了 我该怎么对谢家交代 我已经欠他们太多了 你先别着急 说不定事情没有这么严重 若雪呢 会不会被若雪带走了 不会的 若雪已早出去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要不我们先报警吧 让警察跟着一起找 你看我这脑子 我居然忘记了 应该去巡捕房报案的 走 这个孩子都坐了一下午了 怎么那辆汽车也不来接他了 看他这身打扮 还是个富家小公子呢 要不咱看看去 哦 小朋友 你在这干什么呢 你家里人呢 这都一下午了 接他那辆车怎么还没来呀 我看这孩子呀 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啊 好像是个傻子吧 韩小姐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出入 没有的话 就在下面签个字 好 那你们什么时候派人去找啊 这现在外面治安乱得很 一天要不好几个小孩失踪 我们的人实在不够用 那我们现在报案有什么用啊 当然有用啊 我们人巡查的时候 万一遇上无主的孩子 就可以根据报案的特征 来判断孩子的归属 你们先回去吧 我们一会儿去看看 孩子的失踪地 看看小孩是自然走失 还是人为偷见 可是 走吧 回去等着吧 我们先回去 兄弟 兄弟 刚才出去的那个女人干吗来了 找孩子 那呢 又丢了一个八岁的孩子 找孩子 她的孩子 不对呀 她才毕业没几年呀 你认识她 听我跟你说啊 你们不是知道的吗 我在师范大学 当过几年门卫 那个女人啊 那可是师范大学 当年的校花呢 这样 这个案子 我来管了 找小孩 没油水 好了 拜托拜托 你不会看上她了吧 你就别做梦了 那女的登记的地址啊 一看就是个有钱人 说什么呢你 按你们刚才说的 韩小姐呢 去退了布料 而佣人呢 去了菜市场 韩太太韩先生 你们夫妻两个人 去逛了街 是不是这样的 这有什么可分析的 家里没人 孩子自己跑出去玩了 走丢了 就这么简单 对了 你们都出去的时候 这个门是开着的 还是关着的 开着的 没关死吧 那你们都出去了 为什么把门关上呢 家里不是有人吗 对 不过就像你们说的 你们一直都在说 这个孩子他是个傻孩子 你们所有人都出去了 却把一个傻孩子 留在这看家 我看 你们家里面 应该还有不少值钱的东西吧 你们夫妻两个人 就这么出去了 你们这心可够大的 还有一点 我始终都没想明白 韩小姐呢 在给我们 露口供的时候说 她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这个门 是关着的 那么一个傻孩子出去 她还会把门带上 我怎么知道 莫名其妙 孙巡捕 我们现在在这分析真的有用吗 我觉得当务之急 也赶快派人去街上找家栋啊 别急啊 我们呢 只是要把这件事情 来龙去脉 摸摸清楚 我们好知道从哪查起啊 对不对啊 韩太太 神经病吧 我们想听见啊 陆离子 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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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重了 这 能半天 谢谢 谢谢 这怎么啦这是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家洞不见了 家洞不见了 你们几个大伙人 为什么连一个孩子 都看不住啊 卓雪 你先别着急 我们正在想办法 我怎么能不着急啊 家洞他这么小 又不认识回家的路 天黑了他会害怕的 有功夫鸟枪换炮 张锋引蝶的不照顾弟弟 现在知道几年 你给我闭嘴 薰木先生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我弟弟很乖的 从来不会乱跑 这对夫妻 早就看我们不顺眼了 一定是他们搞的鬼 你血口喷人 卓雪 你别护着他们 韩书莹 你以为你就没有嫌疑了吗 你把我们姐弟带来上海 是不是觉得很早就能完事 结果家洞的病一拖再拖 好几个月了一点起色都没有 你是不是嫌我们烦了 觉得我们是你的包袱了 卓雪 你这么说就太没良心了 书莹找家洞都找疯了 找疯了 我怎么没看出来 与其在这儿说这些有的没的 为什么不出去找 你们不去 我自己去 卓雪 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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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伤着的没有啊 家洞 伤着哪儿没有啊 是不是吓坏了 家洞 谢谢 谢谢 你们应该感谢这对夫妻 是他们从孩子身上 找到了这个医院的收费单子 所以才送过来的 谢谢二位 我们一定好好报答你们 不用 不用 我去给你们拿点钱 婶婶 快给我点钱 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在这里面 看见有眼熟的人了 这位夫人 驾我那辆汽车 我警告你啊 说话之前要顾过脑子 如果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小心我让你吃官司 让你倾家荡产 韩太太 韩太太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呀 她吃不吃官司 那不得我们寻补说了算呀 没关系 你们在这儿 有看见眼熟的人 尽管可以说出来 放心说 大胆点 我也没看出来 有钱人的太太打扮起来都一样 我不敢乱说话 好 你不敢乱说话 那就我来说 我派出去的同事回来都已经跟我说了 今天下午一点三十分 韩先生 租了一辆黑色福特车 把车就停在了小马路的路边上 两点钟 有人看见 有人看见韩太太 带着孩子 上了车 时间 地点 人物 我都没说错吧 韩太太 韩先生 你这个恶婆娘 又是不是我来 为什么要伤害一个孩子 叔叔 婶婶 你们怎么能做出这么恶毒的事情 如果家都不是遇到一个好心人送回来 在外面遇上了人贩子 出了什么事你们良心和安 都是让你们给逼的 好好一个家让他们给毁了 你今天问我要两百 明天问我要六百 你以为我是开银行的 我就算是开银行的 也给不起你们啊 你放屁 你在我们家赚的钱已经够多了 别给我哭虫啊 韩小姐 现在是这样 孩子已经找回来了 你 可以有两个选择 第一 是肖安 第二 你可以告你叔叔婶婶 一气而同 告 我一定要告 告到他们坐牢 坐一辈子牢 若萱 这事回头再说 给我留点情面 不行 他们是坏人 他们还会再害我们的 我可以替他们保证 绝对不会在上海加洞 但他们是我的叔叔婶婶不能告 若萱 你要顾及家人 你要把他们送进监狱 可他们何尝不是输影的家人啊 若萱 给我留点时间 算我求你给我留点时间 我自己把事宜处理好 好 我看你怎么处理 孙军部 我早安 当我早安 早安 好 叔叔 我们分家吧 这 什么意思 想跟我们走 这房子是我父母留给我的 你现在翅膀硬了 可以翻脸不认人了是不是 你别忘了 你从十岁开始 就是我和你叔叔 一手把你带大的 现在你竟然要把我们赶出去 神神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是想把这房子卖了 钱一家一半 以后我带着家动和弱雪住 既然没有办法 在一口锅里吃饭 就不要勉强 省得大家心里都不痛快 还心生计恨 你卖了房子让我们住哪 这一半的钱足够在石窟门 买整整一套房子 石窟门 我们住惯了洋房 你让我们去住石窟门 我们怎么住 再说了 我们住了石窟门 谁还会跟我们做生意 朱颖啊 这房子是韩家的老屋 怎么说卖就卖呢 我记得啊 你八岁生日那天 就在这个大厅 你母亲弹着钢琴 你跳着舞 那个画面 我至今不敢忘 叔叔不相信 你真的舍得卖了房子 我也不想这样 可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让我怎么再安心地住在这儿 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对 是我们一时糊涂 鬼迷心窍 我保证 以后不会了 你再相信叔叔一回 叔叔 叔颖啊 你就忍心 看着我们两个老人 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吗 好吧 只要今后你们能容得下家斗 我就全当这些事情没有发生过 你可以我不可以 发生了就是发生了 我记在心里了 韩淑义 这是你家 你家的事你说了算 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说清楚了 从今往后 我弟弟要是有半点闪失 我就心仗旧仗 跟这个恶婆娘一起算 你最好天天给菩萨磕头 保佑我弟弟平安无事 要不然的话 我谢若雪跟你没完 还有啊 我跟我弟弟要搬到大卧室去住 所以麻烦你腾腾房间吧 若雪 这样就过分了 医生说了 阳光对家洞的病情有好处 叔叔 要不你们搬去我那间住吧 不用了 不碍事的 真是逗 我素娇妹活了一把岁数了 竟然让两个丫头 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撒尿的 谁让咱们有把柄落在人家手里呢 你除了低三下四以外 你还能干什么 如果是我 我宁可走 也不受他们的气 哎呀 你就消消气吧 凡是要顾全大局 只要我们留下来 就有翻盘的机会 别看谢若雪那丫头厉害 其实啊 一肚子草包 不 书莹呢 我们是看着她长大的 她的性格我最了解 她心软 最听不得感动的话 你说得也是 我们俩加起来一百多岁了 我就不信 斗不过他们 就是 若雪啊 其实你根本没有必要换房间的 我这样做 就是为了要告诉他们 这个家里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 况且他们怎么也是长辈 何必因恨生恨呢 你呀 就是一个妥协主义 恨就是恨 恨五分跟恨八分 有什么区别呀 那我问你 日本人和我 审视你更恨谁 当然是日本人了 他们是万恶的源泉 那不就是吗 恨还是分等级的 再说大家的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这怎么能算是仇恨呢 最多就是怨恨 好啦 以后他们只要不招惹我 我也不主动惹事 这总行了吧 还有啊 那个什么 昨天晚上 你对不起啊 是文轩哥让我给你道歉的 他说我昨天态度不好 我要是记你的仇 从认识你到现在 我都被你气死多少回了 你这 从上到下这一身 是尾送给您弄的 怎么 不好看吗 不好看吗 好看 可就是太时髦了一点 尾松说这个是上海现在 最流行的样式了 虽然他是我堂弟 但我还是希望您能跟他保持距离 你是怕我欺负他 还是怕他欺负我呀 放心吧 我这么凶 谁敢招惹我呀 若雪 这个世道不是谁厉害 谁就能沾上风的 人心格都凭你懂不懂 好啦 你说的我心里都知道 我这心里边跟明镜似的 他花钱把我打扮漂亮了去舞厅 那是给他争场面 而我呢 所有的实惠都是落在我身上的 何来而不为呢 好 好 好 来 下斗 韩小姐 早晨好啊 孙媳婦 你好 怎么 又带少爷去医院啊 那天的事还没好好谢谢您呢 那么客气干什么呀 那是我应该做的 你应该尽心尽力的 这话说回来了 韩小姐 你就对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对不起 我 好 我可是在你们学校 我可是在你们学校 当过三年门卫的 我说你怎么那么眼熟呢 原来是故人 你看你看 我就说了吧 你一定会对我有印象 毕竟吧 三年天天见 那就是熟人了 对了 你们这是要出去是吧 我给你们叫车 我给你们叫车啊 黄毛车 来了 去大医院 不许收钱啊 这 你还想不想混了 大不了明天再不给你一个 洋公馆的活不就好了吗 是是是 来 韩小姐 请 来 小姐 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 尽管找我啊 慢走啊 慢走 醒醒醒醒 别做梦了 你跟人家 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你们知道什么呀 别看我现在只不过是个臭巡捕 保不齐哪天 天上的云彩 就正好从我头上飘过了 上海啊 就是个大赌场 什么事情都能发生的 不过 我确实想着办法怎么接近她 看见那女的没有 跟上去看看她干什么 有钱人家的小姐 也寻不出事的 你知道什么呀 这女人她就不能闲着 只要她一闲着 准能生事 去去去 拜托拜托拜托 去呀 都有了 走 走 来 您看一看吧 看看吧 您看一看吧 看看吧 先生 看待 先生 看看吧 看看吧 谢谢 来 您看看吧 同胞们 各位来一下 日本帝国主义 对我们中华大帝虎视眈眈 强行掠夺我们的东三省 屠杀我们的兄弟姐妹 将一道道耻辱 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 誓可忍 输不可忍 同胞们 国难当逃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都应该手牵手 肩并肩 筑成我们的血肉长成 誓死捍卫我们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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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子汉衛我们的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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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你在台上演讲的样子 少了平时的书生计 更像是一个冲锋线阵的斗士 其实我们要做的 就是要唤醒民众 激发每一个中国人的 爱国血性 真的很羡慕你们 有理想 有追求 能够为这个国家 出一份力 不像我 整天做这些琐事 有时候觉得自己 越来越无用 像一个废人 书有 你太小看自己了 你带着谢家姐弟 从矿区经历的那一切 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做的 那不过是在逃命而已 保存性命 坚强地活着 这就是抗日 这是一种精神抗日 其实抗日 不光光是和日本人拼杀 从广义上来讲 农民耕好地 学生学习好 工人工作好 家庭主妇把孩子 和家庭照顾好 每一个中国人 都有向上的力量 不管遇见什么困难 都决不轻言放弃 这就是我们普通民众 最基础的抗日 坚持不懈 乐观向上 对 其实家动力 就是被日本人残害的孩子 哪怕是有一丝希望 你都带着他求医 这就是坚持 这就是抵抗 小姐 看看吧 很便宜的 defer 来 姑娘 你要不要 美国的珍珠粉 巴黎的香水啊 我跟你讲啊 这可都是 外国传员带来的 哇 好 而且价格又便宜 你要是想要的话 跟我到里边看看去 那么神秘呀 好东西干嘛不摆出来呀 这好东西可不好摆的 要是让地痞 流氓 拿走一两样 那我不是亏了 我跟你讲 这儿的太太小姐 可都是我的常客 你要是想要的话 跟我进去看看 要是不喜欢 你就不要掏钱好了 来来来 走 走走走 来来来 来呀 怎么才来呀 来呀 就在里面呢 就在里面 抓到 快蹲下 来呀 就在里面 进去吧 请进吧 我不进去了 别走啊 老人儿 别给我蹲下 蹲下 别蹲下 别蹲下 蹲下 别蹲下 蹲下 什么情况啊 别蹲下 别蹲下 蹲下 蹲下 什么情况啊 蹲下 别蹲下 说你呢 蹲下 不要说话了 快点蹲下 快快快 蹲下 好 我就不信了 到警察局还说不信这个理了 去 把车开过来 是 来人哪 你们抓错人了 我要见你们的长官 你 你 小妹 你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理你的 他们呀 只认钱 你要是有人呢 叫他们拿钱过来 要没人哪 就自己赎自己吧 这帮王八蛋 一到开不出响就来抓人 平时脱了狗皮也都没少来 哎 这两个月又白做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 哟 你刚入行 哪个糖口的 你们 你们是那种女人 哪种女人 这全天下就两种女人 出来卖的 在家卖的 你说 我们是哪种女人呢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你们抓错人了 快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听听听听 叫得多远 快放我出去 你把任意大小姐 跟你去野鸡关一块 能不愿吗 没有 你呀 太缺德 但脑子 快放我出去 一会儿你先进去啊 抢我一顿酒啊 好 快放我出去 闭嘴闭嘴 开门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啊 你喊什么 喊什么呢 走 你们抓错人了 我不是那种女人 我 你们快放我出去 这哪一个进来的人 不说自己是被错抓的 你当我们是瞎子呀 没事去腌制线干吗去了 我是去 我是去买东西 我真的是去买东西的 买东西 来人 给他录口供 看他老大是谁 跟谁混的 我要借你们上司 我要去借你们上司 别跟我说不懂规矩啊 再闹跟你住担间 你们放开我 你们就是强盗 光天化日之下 胡乱抓人 跟强盗有什么不一样 炒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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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进都进来了 怎么还这么不老实啊 当是自己家呢 你 你怎么这么眼熟啊 我认得你 你去过我家 对对对 这个韩淑影的妹妹 对 就谢 谢小雪 谢小雪 对对对 谢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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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他们把你抓进来的 松开松开松开 你们的眼睛都白长了 你们怎么不看看人家这气质 这明显就是个大家闺秀嘛 怎么能跟这些女人一样呢 怎么当的差呢这是 谢小姐 不好意思啊 这一定是个误会 那个 谢小姐 请 来 谢小姐 喝茶 不好意思啊 今天呢 没想到闹出这样的误会 我什么时候可以走啊 谢小姐实不相瞒啊 是这样的 毕竟呢 你去了你不该去的地方 按我们上面的规定 按章程走的话 一定是你家里人 拿着你的户籍本 到局里来领人 我不想让我家里人知道 太丢人了 这个我们也知道 可是确实绕不过去啊 你去只去其中一件事情 这么说 我都把你给你讲 你去哪儿 然而是 哪儿 你去哪儿 我现在想要整个什么 你去哪儿 就要進出 其实我找到了 对 我看你去哪儿 我他让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用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那很有可能 谢小姐 就被送到女子教化所去了 那个地方 不是人呆的地方 孙薰补 真是太感谢您了 你看 这点小意思您收下 别别别 这事干什么呀 你把我当做什么人了 我们是旧相识 那就是朋友对不对 那以后 韩小姐 你有什么需要的话 你尽管招呼一声 这一代 我还是搞得定的 孙薰补 您真是好人 韩小姐 你这以后呢 你就不要再什么 孙薰补孙薰补的了 你就叫我孙金宝 当然了 你要是叫我金宝 那就更好了 好 孙 金宝 好 那咱进去吧